国民党立委陈玉珍靠在门边 听民进党团记者会 让干事长吴四尧看不下去 台湾的政论节目 在制播的时候 有新华社中共派人来盯梢 民进党团开记者会 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盯梢 先说自己只是经过 再变成是来看 沈柏扬跟庄瑞熊的 不满被说盯梢 陈玉珍当场大暴走 你给我道歉 怎么叫我盯上 我经过这里都不行 你不是单纯的路过好吗 我没有说我路过 我跟你讲 你刚不说你路过吗 就是不退 陈玉珍狂跳针 要无私要道歉 前后闹了超过20分钟 连党内立委李彦秀洪梦凯 来当何氏佬都拉不住 终于被劝回国民党团 陈玉珍越想越气 反控吴四尧 侵犯他的肖像权 吴四尧就开始 侵犯我的肖像权 直接在现场对我拍照 我们国家是要回到 我小时候匪夷都在你身边 但要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吗 陈玉珍急了 中国讲不得吗 陈玉珍今天的行为 不就如同中国的海警船 不断地在台湾的海域骚扰 还说这是善意的吗 吴四尧大酸陈玉珍急了 还把他比喻为天天侵扰金门海域的中国海警船 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让你如此口拒 必须如此表现 来跟谁宣示 跟谁宣布 我请问你 你今天来乱这个场 是因为要做给谁看 要直播出去让谁看到你的作为 林初音更质疑 陈玉珍其实是想让中国官媒记者 丁烧政论节目事件失交 甚至讽刺他是否沦为中共林业 下去领五百元吧 民事选择邀请方祝海台北报道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民事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